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君这个小儿子四海八荒要联姻的很多 可他哪个都不同意 但他也没提过要娶成玉进元吉宫 天君自然是看重家世的不可能叫他娶成玉 不过今日帝君要收成玉的女儿为一女 那就不一样了 成玉他自是可以入元吉宫的 那些对连宋友情的四海八荒的神女们伤情得很 在帝君大婚后的几个月里 南天门外都是求见成玉元君的 如果成玉元君不高兴了就说要办场相亲宴 连宋巴巴的就得去守住 帝君大婚也收到了他觉得最贵重的礼物 司令拿的长盒子里面装了一幅画 这画的四边被他用银矿给表了起来 这礼物他没打开给众人欣赏 直接给了帝君 他说这是帝后跟随帝君修行时 帝后轻为帝君所描的丹青 帝君打开看到 画上画的是自己在福与山的十恶莲花镜里面用佛印轮束镀腰的画面 画的边上是凤九做的诗 花开花落花画泥 长顺长安长相依 这就是被司令说酸师的那一首 帝君看了很是动容 他错过了很多事情 这时可能阿黎看了都得笑出来 可在帝君眼里那是凤九对他的爱 他用手摸了摸凤九的头说 画得好 司令也是个会做事说话的 他只是说是帝后跟帝君修行时 没说凤九他当日画成小狐狸 他知道帝君肯定是不想叫人看帝后写给他的诗 凤九呢肯定是觉得这话羞于贱人啊 帝君看了司令一会儿 司令心里有点发毛 他不知道这帝君啥意思啊 只听帝君悠悠地对他说 司令心经保存帝后的话有功 以后你可以随时出入太成功 随时 那就从天上有几个能随时出入太成功了 连天君都得在门外等通报 司令心里特别高兴 九重天的仙们很好奇司令到底给帝君的是什么话 连凤心里在骂 司令你个傻子 我就拔了几根狐狸毛 你连他的狐狸都爆了 糖醋鱼都给你下锅了 你还傻笑呢 婚礼上还发生了有趣的一件事 凤九清秋的灰狼弟弟信冲冲地扛住替凤九抄的一摞子笔记和作业 对凤九说 他以后可不用再替他抄笔记写作业了 可那个帝君却对他说 凤九他忙 所以超日记写作业的事还得他代劳 灰狼弟弟决住自己是真倒霉 平时被这个丫头欺负 现在又弄个帝君护身 直到凤九从族学毕业这笔记和作业都是灰狼弟弟带他做的 碧海苍灵的结界处连颂 私命 崇陵公身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 天君临走前拍住连颂的肩膀道 你也辛苦了 带住众臣回了天宫 夜色出上 寝殿里碧玉香炉青烟鸟鸟鸟 红色细沙世带随著夜风飘舞 沿著雕花窗飞进的花瓣就住夜色铺满一地 夜明珠轻柔的光辉照在红螺微曼下的一对家人身上 帝君斜靠在一侧低头望住抱在怀里娇俏可爱的凤九 问他累不累 凤九宴席上多喝了几杯果酒 眼神迷离地摇了摇头 帝君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他说 把腿伸开 并撩起了凤九的纱裙 凤九很配合地抱了帝君的腰 帝君看他一眼 笑着敲了一下他的额头 说 我要看看你今天的膝盖磕破了没有 凤九会错了意 害羞地捂住了双眼 帝君轻轻地给他揉住有点发红的膝盖 凤九坏笑地说 脚酸了帝君又给他揉脚 看住这个手持仓河剑挣扎四海八荒 沙发果决的俊美男子 如今一头银发垂下 面色温润 一双修长的双手再轻轻地给他揉脚 凤九的心像是被万千封蝶用翅膀轻轻扇过 他拉过帝君的手放到自己的心上 软糯糯地说 我还心疼 月色笼罩下的寝殿里 红烛照月影 清风飞落花 九历见农春思荡 鸳鸯秀被翻红浪 寝殿外一轮圆月挂在碧海苍林的上空 连宋 承宇 小燕 苏莫叶 杰绿 四命几个人在佛灵树下弄个茶桌聊天喝茶 连宋看住有些兴奋的四命道 帝君大婚 这一天你怎么这么紧张 四命回他 三殿下可瞧见今日里那些女仙瞧住帝君的样子了 我主持个婚礼容易吗 小燕对四命说 这么好的月色冰块脸和小酒躲起来干嘛 快去把他们喊来一起喝酒 连宋一味深长地来了一句 怕使十天半月都见不到人影 月色如水 清几无声 苏诺叶拿起长笛 万般秦司就逐月夜随住 清风缓缓流出 那个范茵谷的红衣女孩悦然眼前 她总是笑着把她推给一群艳丽的女子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那么早离开 会不会不一样呢 总可以对她说一句我喜欢你吧 云云众生的仙徒里错过了便永远消失在这番心之后 只愿有机缘再见使你一切都好 清晨霞光星星点点照进寝室时 风久看住睡乱头发的帝君一脸的爱惜 她轻轻地凑过去想亲吻帝君的鼻子 刚刚碰到 她就睁开了眼睛 慵懒温柔的目光看住她 她想起了小狐狸时在十恶莲花镜里的那个雨夜 那时她很期待得到她的闻 如今这个俊美的男子生生世世都是她的了 帝君看她出神地盯住自己 捏住她痴呆的脸道 想什么 梦久闻耳一笑道 想起你在十恶莲花镜里 宽我怀孕的事 我被私命和成郁取笑了好久 帝君尘雅助嗓音对她说 那时你弄了我一脸的口水 我要报复回来 哎呀 你坏 凤酒被她舔得痒痒的 弄得脸上都是口水 咯咯地娇笑住 伴上她稍微推开地精道 今天还得送爷爷和爹爹呢 他们今日就回青秋去了 她边说边穿衣服 刚一起身 发现自己的头发和帝君的头发都纠缠在一起 根本动不了 帝君坏笑地看住她 顺势轻轻一带凤酒又回到了她怀里 她用手慢慢擦去凤酒脸上一落的口水 小动物般软软的眼神看住她的眼睛 缓缓带住孩子气的声音撒娇地说 不许离开我 我 凤酒还没来得及说话 绵密带住站有一个热吻袭来 她心神混乱 双手圈住她的脖子回应住她 连池的六脚亭旁边 大家正围住滚滚 看她逗弄那只可爱的麒麟兽 滚滚给她起了名字白月影 毕竟亲了小白的手走过来 看见滚滚玩得很开心 心里觉得小孩子还是很好对付的 以后她就没那么多时间来跟自己抢小白了 她把滚滚抱起来说 麒麟兽最爱吃青秋糖亭山上的钢草了 她吃了会变得更加聪明 你和外公他们回青秋去才给她吃吧 我跟娘亲过几天去找你 滚滚正和麒麟玩得开心没多想就答应了 走到半路时 她问白玉外公钢草真的可以叫麒麟变聪明吗 那我也可以多吃点 哲宴瞧了她一眼说 钢草你试得多吃点 不过碧海苍灵的穷果麒麟最爱吃 白滚滚觉得傅君果然比九九聪明 不那么好对付 连宋走时一脸坏笑地对助帝君说 东华你保重身体 帝君不理他 转过头对助重灵说 你刚才说的是谁家的小儿子要求取谁 连宋 其实刚才仲灵跟帝君说的是 昨日愿习苍仪神君送礼的时候请他转告帝君 智越山的子民敬仰帝君和帝后对苍生的大恩德 所以特地打造了帝君和帝后的画像挂在大殿之上叫子民公拜 帝君觉得苍仪这个人倒是有些头脑 他总不能小奇地叫人把凤九的画像取回来 帝君大婚后的九成天上八卦气息浓烈 小仙们没事就围在一起聊的热乎 八卦最多的就是成玉和连宋的消息了 消息转了几圈之后就从帝君要收养成玉未来的女儿做一女 变成已经收连宋和成玉的女儿做了一女 那些小仙们平日里没觉得连宋殿下和成玉暧昧 怎么孩子就有了呢 孩子又是谁呢 连宋倒是乐了 自从成玉上天 他自己天天努力地制造自己和成玉的绯闻 可还是石子洛生坛连个水花都没有 这次小狐狸的毛拔的还挺有意义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